星期五就是元宵节了 不过今年因为肺炎疫情影响 防疫措施避免大型的群聚活动 远东百货花莲店也取消了 一年一度的元宵晚会 不过还是祭出了元宵来电礼大放送 借由牛年造型灯笼、汤圆等传统特色来电礼 要让民众在疫情期间 也能够安心的庆元宵 农历正月十五是元宵节 不过今年为了因应防疫措施 避免大型群聚活动 远东百货花莲店取消了一年一度的元宵晚会 改寄出元宵来电礼大放送 以送灯笼、汤圆等来电礼方式 同样要带给民众安心的佳节欢乐气氛 这一次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取消了大型的聚客活动包含了元宵晚会 但是远东百货还是非常贴心的准备了500份的金牛灯笼 从今天开始到26号以前 凭远东百货的APP就可以免费兑换我们的金牛灯笼 另外在元宵节前夕25号、26号 凭元宵的不限金额发票加APP的话 就可以免费兑换我们的古早汤圆 那这个古早汤圆也是这一次远东百货 特别要献给所有的花莲乡亲好朋友 要祝福所有的花莲乡亲元宵节快乐 即一起至2月26日元宵节当天 凡治三楼客服中心出示元宵APP会员条码 即可兑换金牛灯笼一份 限量500份算完为止 25、26日全馆消费不限金额发票 同样出示元宵APP条码 可兑换传统五色汤圆一份 要让民众安心请元宵 凭远东百货 你也被对话今年有灯笼哦 接着讲荒叶华联士报导